Hello everyone 我这里是周日的下午 去教会回来 吃完饭了再放松 我想用这个网友的要求吧 然后我想分享一下纽西兰的教育 新西兰的教育 比较中国的教育吧 我觉得新西兰的教育 就他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 是一样的这些发达国家民主国家 我觉得他们都是一流的 我不是从小在这上学 但是我的孩子在这上学 就是他们上学 感觉的非常轻松愉快 孩子没有人不愿意去学校 老师跟学生就像朋友一样 而且他的学校班里边 并不是那么多的人 经常的搞个party什么的 特别好 所以没有人不喜欢这种学习氛围 老师爸每个人都像朋友一样 他们大部分人都是信仰基督教 然后如果是他课程呢 是这样子 特别是大学 如果他有一门课 没考过 他会让你继续的回头 只攻这一门 所以他这里没有人不通过 只是take a time 就是你可能就一门课 其他的全过了 就这一门课 过不了 那你就毕不了业 但是没关系 你第二年你可以只攻这一课 所以他就很容易过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 没有拿不到文凭的 没有像在中国的时候 什么高考 什么考不上 所以大家比较 人与人之间 分个三立就等 没有 更主要的他的教育 是特别特别的接近生活 看看我回忆我自己 我不找别人 我上学学到的东西 当然一加一等于二 什么什么 什么小级级 这个口感 还是永恒不变的 但是就是一些做人的 到了一些社会上的东西 他教你的 在学校我都没学过 然后我要到社会上去 一点一点吃亏 一点点冲林开始去 等于我经验丰富的时候 我也 我也是千疮百孔 其实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 你知道吗 就是你再回不到那种纯洁 是不好的 我不喜欢 我觉得这是一个失败的教育 那新西兰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 他的教育是这样 他会教你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一个价值观 你知道吗 他会这样教育 而且他结合他生活的一些 比如说新西兰的垃圾是分类的吧 你喝的牛奶 你和果汁都要把瓶子涮一涮 这样不是为来收垃圾那些人 以后就是重复回收 减少很多的麻烦 你居住之劳 所以他连这样的细节生活 但是你一毕业 你就在生活上能用得着 所以那个 在新西兰小孩 小孩到垃圾他都知道涮一涮 我们移民来的就不知道 因为我们没学过嘛 你知道吗 所以这洋人就讨厌他们 讨厌我们 其实是我们没学过 然后我们又知道了以后 我们又没认真去做 因为这你不要看 你喝牛奶或者说喝果汁 没涮瓶子 垃圾没分离 这是一个环保的问题 而且他们未来要做很大的工作来分类 因为环保 新西兰的气候环保好 它跟每个人就是很重视 每一天每一生活的垃圾分类 细节 有息息相关的关系 所以环保跟每个人都有关系 就说你祸害你就是受这个雾霾 这是我们的这个果子 那你爱护呢 就像新西兰这样的 每个人都爱护环保 它就是一个蓝天白云 你知道吗 所以这就是银和果的关系 所以我都在视频中特别提醒他 就是来 假如来新西兰的话 我觉得那些三观正的人 不喜欢有一些环境的话 真的可以把孩子送到这个发达国家 因为我了解纽西兰 我就希望 就是 你们来纽西兰 因为别的国家我不了解 但是我觉得这些发达国家 对千篇有利都差不多 所以呢 因为我也在这上学 在纽西兰上学是不分年龄的 我过了年还想去上学 学油画呢 像我们是当地人 学习都是免费的 如果你没有 有钱你交易点点钱 你没有钱你可以贷款 无息贷款 这是对有身份的人 当地的公民 当然像那个国外来的 他要自己花钱 所以呢 老师都会这样说 老师跟我们上课的时候说 哎 我不建议你们坐那一边吃东西 一边听我讲 就 就是 我们就是在那一边喝的东西 一边吃零食 一边听老师上课 你知道吗 老师一下课就弄吃的 给我们有的时候 叫我们多蛋糕 特别好 那种学习氛围 你知道吗 你在这里 我真的 这里魔鬼都能变成天使 所以有一些人 他 他 从地狱来 他来到这个地方 他还是魔鬼 我都真的不能接受 我觉得他是 心目不可掉 就是不可能改变了 不可能 因为好多人 也有改变的 你知道吗 有些华侨的也会改变 但是那个几率 相对还是少一些 我是改变了 我是改变了 我很喜欢洋人 这种氛围 就是 就是不用动脑子 想什么说什么 大家也没有人 去攻击你 也没有人去说 按照他的标志 要求你怎么说 没有 就是每个人都有 发表言论的自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我这么说 可能这是我的想法 但是你可能不这么想 但是你也不会攻击诽谤我 所以 这一点 他们特别好 他们 我欣赏这里 这一点 因为每个人的思维和理解 能力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教育是一个 是一直这样 就是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这就是一个健康正常的人 他们不讲分数 所以那个 曾经问我 这个学习方面的事 我觉得你真的 毫不愿意把孩子送出来 你不会 你知道我曾经认识 一个防卫学者 他是新疆人 他带了一个孩子 带孩子八岁了 他来 他孩子来待三天 就是带他去学校玩 就玩 然后他妈就很快要走了 就带他来玩 那天就回去了 他跟他说 妈你走吧 我不走了 为什么呀 那你不想妈妈吗 不 我不走了 你不要给我买票 你自己走吧 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就是他已经爱上这了 他爱上这了 哎呀 去任何学校哪 都有厨房 都有喝茶的 感觉特别relax 所以呢 这个学习 他们还经常搞活动 比如说 新西兰是一个plant country 所以在学校 他们会组织什么活动 就是教他认识植物 然后学会种菜 种什么 种花 这他就告诉他 植物的这一些规律 小孩都会弄 就是因为在这里 是独立的 都是花园别墅 每个人都会 都会用这个技能 都会有这个技能 来种菜 种什么 什么季节 种什么 应该怎么维护 都懂 所有人都懂 他们 所以所有人 出来以后 他们洋人 都不用去花钱过人 他们都懂 这方面的知识 什么时候该弄树 你看 我的邻居小孩 他告诉我 据树 就是要 要斜着剧 然后呢 那个 那个 他可以再长出来 如果你不想让他长 就平着剧 平着剧 然后就抹上那个油漆 他就不再长了 这样的知识 我都不知道 他都告诉我 小孩 他邻居小孩告诉我 所以这些知识 我们都没有 但是他们在学校 都会学 就是 所以他们 洋人的生存能力特别强 就等于是 他是一个 动手能力特别强 我觉得他们的教育 非常成功 非常成功 我们的教育 非常失败 可能是 哎呀 全世界到处第一 我觉得我现在 因为我已经 我觉得上学 是我没学什么东西 我都从零开始学 然后到 我到社会上 就学那些 全是负面的 怎么个人 勾心斗角 怎么来诡诈 怎么那个 所以我很厌恶 我从内心来厌恶 所以我 但是在这个环境 我没有办法 来这里 我彻底放弃那些东西 如果谁给我玩 乍玩 什么勾心斗角 什么憨杀 什么敲衫 这回这套 对不起 我都跑得远远的 我远远的 我没有必要了 因为我已经受够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教育 如果你们想出来的话 真的不用担心 但是你也可以上网 查一下新西兰的教育 因为我不是教育工作者 所以我的菜系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这个教育能让 我的孩子在这儿上学吗 就让人的感觉 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他会教你一些手工课 来了以后 你会觉得非常非常实用 他教你的知识 感觉没有一点是废的 全部都是非常实用 我觉得我上学时候 学的好多都是废的 都都都都 到社会上 一点 什么都不知道 要从另一开始 去摸爬管达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你看新西兰的人 他没有自卑感 你看有的人 长得很丑 很胖 甚至残疾 我就观察他们 他们没有自卑感 我看到以前 在中国的时候 有的人长得特别丑的时候 他就莫名其妙 有一种自卑感 就是长得漂亮的 家庭条件好的 他就莫名其妙 有一种自豪感 因为大家都喜欢他嘛 比如说女生漂亮 男生都喜欢围着他 然后人家给你机会 我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候 经常被人嫉妒 说漂亮的脸就是一张通行证 然后什么什么那个 他们就会嫉妒我 嫉妒 但是在这里 我好像他们 好像不会那么嫉妒人家 而且也更主要 不会去那个 就是去歧视你 说你啊 你个瘸子 你个瞎子 怎么没有 都没有这样子的 是不允许的 所以他们 就是有残疾 我看下他们也 大大方方的 跟正常人一起玩 你知道吗 而且在新西兰这个国家 你有看到走路 你就能看出 你说一个国家的建设 你就看出这个国家的人性 他们任何地方 都会有残疾人走的那个 那个马路 就是那个 因为他有的人 是那个残疾车的嘛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残疾车的嘛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你任何的公共场所 厕所都会 残疾人的都是很大 条件很好 他可以摇着车进去 那个厕所的那个 各方面都是低 都是专门为他们设计的 就是特别重视残疾人 然后那个 我知道就是政府的那些 公共的区域 就是好像所有的残疾人 都优先 就是我们普通人 反而没有他们的条件好 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如果有一个正常人 一个残疾人 残疾人优先 所以他这个残疾人 有优越感 所以他没有自卑感 你知道吗 所以这是一个 政府成功的地方 一个政府成功 一个政府人性 一个政府正义 让受人 公民的尊敬 就是他针对弱势群体 针对这个 老弱病残 妇女儿童 和残疾人 特别的关爱 这就是一个 非常人性 一个好的政府 你看任何国家 如果他不重视 那些妇女儿童残疾人 特别是 无论是男人离婚 就是女人离婚 就单身的父母 你又要照顾孩子 又要上班 你怎么弄呀 他没办法生存 所以呢 就他没有人管的 找小二小三的 那个谁找了 把钱都弄走了 那个法律 也不帮助能弱者 这样的 这样的政府 就是魔鬼 魔鬼的政府 这是魔鬼 魔鬼掌权的政府 然后没有任何希望 没有任何 他没有人性 所以我们纽西兰 可不是这样 我们有一帮伟大的 这个管理者 在管理着这个国家 所以呢 如果你想来这里 无论是新西兰 还是美国 和加拿大 你好比悠悠地去吧 他们都差不多 他们都是有信仰的国家 然后 当然美国和加拿大 最近跟中国的 这个政治方面 有些敏感 当然他们很快 也会好的 因为国家之间 也有些利益问题 所以他没有那个 就是打得死去活来的 那种 这是一个战时的 但是我知道 在这些国家 重要的政府机构 是绝对不会用 中国人的 未来你的孩子 再怎么英修 他也不会用你的 但是你在这个方方面面 各方面也能找到工作 但是一些重要的政府机构 是绝对不会有华人的 即使你的孩子在这儿出生 也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因为他不信任你 考虑到国家安全问题 因为我们还是当外来人 所以 就是 不用了解那么细 没有想那么多 所以想来就来吧 Welcome to New Zealand 祝你们有一个平安的weekend 拜拜 See you next time